起名字叫四珠屋 想說這個四就是比較適合小孩子來這邊玩 看到木頭就想到樹木 因為我當時在幫人家打掃民室 民室老闆娘都一直誇我說 客人就說你打掃得很乾淨 然後我就跟女兒講 女兒就給我演夢給我開一間民室給我來顧 我們家有四間房間 一間兩間延床 三間四間延床 兩間延床的它是有一個小合室 三樓另外一間的 它的浴室是做比較透明式的就是玻璃 奧樓就是景觀 看到外面也是看到綠油油的 我們的客人都是看到我們家是木地板的 他就是帶小孩子比較安心 給客人來到這邊就是像回良家的感覺 我很感謝我們的客人 把我們保持得這麼乾淨 所以我們三年半來 我們房子還是這麼乾淨這麼新 就是客人給我們的 客人都說我們家很乾淨 他不好意思把我們弄髒了 我都跟客人講說沒關係 你盡量玩盡量弄 反正你們有摸我也要打掃 沒有摸我也要打掃一樣的 小孩子來到這邊我都告訴他說 給他玩小孩子開心就好 我們很多客人都告訴我說 他們有過敏 怎麼來到我家都沒有過敏了 因為每次客人一離開 會摸得到的地方 我都會重新擦一遍 擦好的時候我還會噴酒精消毒一下 因為來到這裡我要保護的小孩子 因為我以前也是在當奶媽的 這個方面我很注重 客人來我就是禮貌的跟他們聊天 他們也會問我說我菜是怎麼煮的 我也會分享給他聽怎麼煮 然後我們菜都是自己送的 客人安心的吃 座民室 純粹是水眼 就是很歡迎你們大家來我這邊 當我們的朋友來這邊日志 我們去看看